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小伙伴们,咱们今天分享一道开胃小菜 香辣莴笋干 爽口下饭非常的好吃 现在跟我一起去制作美食吧 准备一条莴笋 去皮然后切成小段 最好选择比较嫩的莴笋 这样吃起来口感更脆 因为等会用盐腌制 所以切成的小段 厚度最好在一厘米左右 莴笋切得太厚 水分不好控制 莴笋切得太薄 腌制的时候 水分挤得太干 吃起来的口感也没有那么清脆 所以切一厘米左右是最好的 把切好的莴笋装进干净 无水无油的盆中 放盐一起拌匀 条件好的小伙伴可以像我一样 放稍微多一点盐 这样腌制的时候更容易出水 不用担心盐放的太多 因为等会莴笋杀出水 盐味会随着水分一起流失 差不多已经腌了15分钟了 现在已经杀出这么多水了 现在我们来准备纱布 我用的是蒸馒头用的纱布 把纱布铺好 然后把莴笋控一下水 放入纱布中 莴笋装好 然后把纱布抄起来 用橡皮筋把口捆好 然后可以放重物在上面压制一个晚上 我放的是四包盐 每包盐的重量是两斤左右 打开压过一叶的莴笋 现在它的水分基本上控的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的莴笋吃起来口感更脆 控水腌制了一叶的莴笋 这样看起来表面干干的 用一个干净如水的碗 然后把莴笋放进碗中 这样的莴笋看起来表面干 其实它的口感更加的脆 吃起来有一种榨菜的口感 放入蒜小米辣 和两勺油辣椒 还有生抽一起拌匀 油辣椒是我自己做的 用辣椒粉 花椒碎13箱鸡精一起做好的 所以它的味道就已经很足了 口味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而定 如果加一点花椒油吃起来味道更棒 打扮好的莴笋装盘就可以上桌了 这道菜简单开胃又下饭 关键是做起来零失败 按照这种做法一定会 给你意想不到的口感哦 喜欢家常美食的小伙伴记得关注我哦 我会定期更新美食视频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